我是台北嫁過來的小姐 我在台北當了十年的幼稚園老師 後來我先生從台北把我娶回來基隆的時候 他知道我很喜歡當幼稚園老師 剛好有一個機會在國家新城 國家新城有一個幼稚園他要頂給人家做 那我先生就很圓我的願望 他就把幼稚園頂下來 讓我當議員我幼稚園園長的夢 然後我記得我當幼稚園園長的時候 頭一年我招生只有招到十三位小朋友 可是我要進行一個幼稚園十三位小朋友 所以我當然就園長就身兼大班跟中班的老師 因為才十三位然後另外再請一個小班老師 就我們兩個老師帶十三位小朋友 然後我在當幼稚園園長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我又要行政 行政幼稚園園務也是有很多 然後要當大班的老師 大班中班的老師覺得蠻辛苦的 但是我覺得教育是一種良心事業 然後就接著喔 因為可能我十三位小朋友帶的不錯 十三位小朋友帶的不錯 後來慢慢慢慢成長到我懷孕 生孩子之後三年半 我的幼稚園已經有六十位小朋友了 從十三位變成六十位小朋友 那我覺得這三年半的經營呢 我也很謝謝在國家新城的一些家長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說呢 因為他們的孩子到現在長大 或者是家長在現在菜市場碰到面 還是會叫我萬老師 那些幼稚園的孩子長大了 碰到我的面還是叫我萬老師 我很高興的地方就是 可見得他們覺得我沒有變 沒有變老啦 因為已經很久了嘛 然後他們有的幼稚園小朋友 已經當爸爸了 然後他們還是叫我萬老師 那有的家長會說 欸 萬老師 萬老師快來看 看以前你當園長的時候 我的女兒是中班 現在她當媽媽了 然後她的小孩是什麼樣子 她就滑手機給我看說 妳以前教的那個我女兒 現在大學了 現在當那個方舟舞蹈社的老師 然後她的 這是她的小朋友啦 就是等於說是她的外孫女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教育是良心事業 所以雖然後來我沒有再從事幼稚園的工作 但是幼稚園這三年半來 這些幼稚園的家長跟幼稚園的孩子 都還蠻認同我的教育理念 所以經常碰到大家還是沒有忘記我 然後再當幼稚園園園長跟幼稚園園 園長跟幼稚園老師不同的地方 就是幼稚園園長還要管行政 幼稚園老師只要把孩子帶好 教好就好了 那幼稚園園園長是還要就是身兼數值 你還要去管小朋友的餐點啊 餐點煮得怎麼樣啊 有沒有合乎小朋友的健康 還有他們的口味還要辦戶外教學 戶外教學的時候我要去策劃 然後要跟家長還要去招生 招生這些事宜你也要去擔任 然後就是那個時候 為什麼我要辭掉幼稚園的園長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我太累了 要以前是當十年的幼稚園老師嘛 就只要教學 現在當了園長 我還要身兼行政的工作 然後再來又是我有懷孕生了寶寶 所以我覺得說我必須要放棄呢 還是在我必須繼續當幼稚園園長這個工作 其實我經過了一番的掙扎 但是後來我覺得說 我應該要放手 讓別的人來經營我的幼稚園這樣子 然後我這個幼稚園老師的 幼稚園的這個園長的職務要卸下來 好好專心帶我的兒女這樣子 但是在當幼稚園園長 其實我也有很多的難忘的經驗 應該這麼講 就是最後一年我在 因為我懷孕生了寶寶 那些家長就集資買了很多的尿布跟奶粉到我家 說園長我們來看你的寶寶 然後我們是沒有買什麼金紙 金鏈紙 金項鍊 金手指給你的兒子 但是我們集資買了一大箱的那個好奇寶寶的紙尿布 還有很多的那個什麼 那時候是什麼 嬰兒美什麼 我忘記什麼奶粉的名字 反正也是一箱啦 就給我的兒子喝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在當幼稚園園園長的時候 他們我雖然就是很累要行政要管教學 但是這些家長也滿挺我的 就是當我在那個生完產 我就是一個月的產假嘛 他們還會就是集 大家今天是大班的家長來 明天是中班的家長來 後天是小班的家長來 那我是覺得說 雖然只有短短三年半啦 但是你可以從13個小朋友 經營到60個 我自己覺得滿自豪的啦 如果辦得不好的話 應該大概半年一年就收掉了 因為13個 你要怎麼撐這個幼稚園 你要付房租 要付老師薪稅 實在是撐不下去 可是到了60個 我終於我覺得我圓滿結束了 我幼稚園園長的這個職務這樣子 所以在我的人生經驗裡面 這個幼稚園園長也是有給我不一樣的感受 跟幼稚園老師是不一樣的 雖然我剛才有講到說 13個孩子變成60個孩子 雖然這個人數上看起來是很多 但是這期間我覺得困難點也是有的 因為孩子還是會來來去去嘛 因為有的家長可能覺得我們幼稚園太快樂了 就是有點像森林幼稚園 沒有給小孩子寫什麼功課 所以就會有家長跟園長跟我啦 就是講說一般外面的幼稚園 都有教啵啵啵啵 都有教寫字 為什麼你們幼稚園沒有 然後萬一他們入了小學 他們不會啵啵啵啵 不會寫字 他們是不是還要去上補習班 那這樣子他們就要轉出去了 要到別的有教啵啵啵啵啵 或者是寫字的部分 那說實在為了幼稚園可以長期經營下去 我也不得 後來不得不跟這個現實妥協 原來我是要採取那種蒙特梭利 或者是角落教學方式 那後來我大班 我教大班的時候 我也有教孩子寫注音符號 然後也有教孩子寫一些簡單的國字 至少自己的名字要會寫這樣子 然後可是後來發現 一旦你讓小孩子 開始學習注音符號跟寫名字之後 有些家長就會希望你要出回家功課了 所以我又不得不礙於現實面 怕這些家長會流失到其他的幼稚園去 那我的經營在付房租付老師薪水方面就會有困難 所以我也不得不妥協 也跟著出回家作業這樣 讓小孩子回去有功課可以寫 那家長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啊 就說我的孩子會寫名字了 我的孩子會 啵啵啵啵這些注音符號 接下來家長就會要求你要教拼音 所以我也不得已要順應家長的要求 來教拼音這樣子 那還有一點就是說戶外教學這方面 因為我就只有我當院長嘛 另外一個是請來的小班老師嘛 那後來增加到五六十個時候 我就增加了一個中班老師 其實那時候經營還不錯 但是我們的戶外教學就是採取 本來就是採取就是在 比如說可以搭公車 可以搭公車搭得到的地方 比如說搭公車可以到情人湖啊 我們就去情人湖戶外教學這樣子 或者是說我們可以走路去 可以去我們國家行程有那個金龍湖啊 就去金龍湖這樣子啊 那後來發現說家長可能是需要說 不一定要侷限在這個小小的基隆 或許可以到外縣市去 那就要有娃娃車啊 對我來講要買一台娃娃車 是我的困難點 因為你買了娃娃車 你必須要聘請司機啊 因為我不會開車嘛 我請的老師也不會開車啊 所以我們就是沒有買什麼娃娃車啦 也因為沒有買娃娃車 然後沒辦法聘請司機開車 所以我們的戶外教學就沒有到外縣市去 也因為這樣可能有些家長也會流失掉 所以我覺得經營一個幼稚園不簡單 他不是說你有這個熱心熱情就夠了 你還有家長要有家長要有共同的理念 當然家長會認為他有 他繳這樣的錢 然後如果可以讓他們的孩子到戶外去交 戶外就是外縣市去有娃娃車 台北市啊 台北縣啊 這樣戶外教學會更好 那也無可厚非啦 只是我真的沒有再有多餘的能力 去聘請司機去買娃娃車 大家知道嘛 你買的車子是不是要保養 你要繳牌照稅 燃料稅 就是很多額外的負擔就來了 那我其實在收當時 幼稚園的那個學費 還有月費還有餐費 是我在台北當幼稚園老師 那個階段所收的餐費 月費跟學費是一半的喔 我是卡掉二分之一的喔 比如說在台北可能那時候 月費要繳兩千二 在我的幼稚園只要繳一千一 所以我的費用是卡一半的 所以我就沒有再有多餘的錢 來付這些司機或者是買一部車子 那有的時候我不見得我領得到薪水 對 我可能就是 我可以付小班老師中班老師的薪水 我不能付我自己的薪水 因為我多餘的賺到錢 我可能要付房租 我還要更換教具 玩具 還要更換文具用品 還有你戶外的設施 比如說你的地球儀啊 敲敲板啊 盪鞦韆啊 你壞掉了也要維修啊 然後我想要有一個沙坑 我還拜託我先生 自己做一個沙坑 去給孩子去玩 然後我先生說 你當一個幼稚園園長需要做得那麼辛苦嗎 除了這個硬體設備要處理 軟體設備你也要處理 人事你也要管理 你還要從事教學 還要面對家長 所以這很多很多都是 我當初要做幼稚園園長 我所沒有考量到的 我只是覺得 我在台北當了十年的幼稚園老師 我有足夠的經驗 可以升任幼稚園園長的工作 可是當你真正的當了幼稚園園長 你就知道 不是這麼好做的 因為你有太多太多的事情 要你園長去負責任 那比如說小孩子 如果帶出去戶外教學 小孩子要不要辦保險要啊 然後安全也要顧慮得到啊什麼的 然後甚至於有的家長說實在 有的家長他並不按時 八點送過來 五點就要離開對不對 可是他會打電話來說 啊園長不好意思 我要上班我要加班 我的孩子可能要留到六七點 你可不可以先煮飯給我的孩子吃 我就不得不 其實我現在跟大家講 幫我們煮飯的那個阿嬤 是我的婆婆 我拜託我的婆婆來幫我煮點心 給幼稚園的孩子吃 然後我拜託我的婆婆煮晚餐 給那些免費留下來的 安親的小朋友吃 對其實我當這個幼稚園園長 我也很感恩我的婆婆 他也是成全我當三年半 當幼稚園園園長的一個工程 因為他沒有拿我任何一毛錢 他就是來說 喔 你要做園長好 我來煮點心啊 雞什麼烈刀 湯啊 仙草 仙草啦 讓孩子吃啦 孩子拿到點心說 謝謝阿嬤 謝謝阿嬤 他就很高興了 煮中餐給小朋友吃 然後或者煮下午點心啊 給孩子吃 那我婆婆也很高興這樣 其實真的這三年半 我沒有付過他任何的薪水耶 所以我是很感謝他成全 我當這個幼稚園的園長啦 真的 那後來 因為我就跟我婆婆商量說 我懷孕完生產之後 我還當了一年的大班老師 但是我回去 就做了一年的園長跟大班老師 但是我回去保母帶白天嘛 我晚上還要照顧我的兒子 我覺得真的是精疲力竭了 所以我就跟我的婆婆商量 我們不如把幼稚園收掉 收掉 頂給更有能力 這個能力不只是說 自己本身的教學能力 經濟能力 經濟能力很重要 才能維持下去 對 所以我的幼稚園的園長就做了三年半 我為什麼一開始 我要成立的幼稚園 我要做角落教學 大班小朋友也不要寫功課 也不要學擦擦擦擦擦 寫竹音符 因为我在台北十年 几乎他们都是很先 台北的家长的观念 比较跟得上 他们觉得说 那种角落式教学 娃娃角 科学角 故事角 积木角 或者是小小工程师角 那孩子就学到很多了 然后或者是科学角 那些小孩子就很自由 然后他们其实在那个角落教学 他们可以学习得到 什么叫做轮流 什么叫做等待 然后可是把那个教学的环境 拉来基隆的时候 可能是城乡差距吧 台北市的家长 可以接受新观念 那我也不能说基隆的家长不行 我相信现在基隆的家长是可以的 只是十多年前那个 应该我是十几年 我就要来基隆28年了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还没 就是那时候到基隆 要成立幼稚园的时候 那时候的家长还不能有这些观念 所以他们都会觉得说 万一幼稚园不教 注音符号 不写字 他们会跟不上小学 到小学的时候没办法学习 可是他们不知道 其实到了小学有十周 有十周的那个正音班的时间 那暑期 暑假啊 小学也会开那个正音班嘛 然后即使没有上正音班 到了小学也有十周 因为我觉得毕竟我们是幼稚园老师 不是小学老师 如果我们教小朋友 的发音错误 到了小学的话 正式老师要再纠正的话 会更难 但是没有办法啦 因为就是我要把在台北的教学的那种形态 搬来基隆 完整的复制到基隆 我会被现实环境 给不得不做一个调整 可能小班中班还是有进行这样角落教学 但是到大班 我就是要配合家长 教小朋友写字 教小朋友念注音符号 教小朋友拼音这样子 角落教学 就是你在这个角你围起来 它可能是娃娃家 在另外一个角落围起来 它可能是积木角 在另外角落围起来 它可能是图书角 在另外一个角落 它可能是自然科学角 那里面娃娃家 娃娃家就摆设那种 半嘎嘎的游戏 那我们小朋友要学习等待跟轮流 他们会我们每个人会做一个名牌 他今天要来登记 比如说我今天要登记 上半堂我要登记娃娃脚 你就要把那个名牌挂在娃娃脚的里面 这个娃娃脚大概里面六个人 如果你是第七个想要过来玩的话 你要必须等待 里面六个小朋友 有一个人出来把他的名牌拿掉 你才能把另外一个名牌挂上去 你才能进娃娃脚这样子 那另外图书脚 积木脚 科学脚都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会学习说 我会看到这个角落六个人满了 那我想进来的时候 我就要学习等待或者是轮流 然后或者是看看哪个角落还有空位 我可以去那个角落 你就会看到这个角落教学 它就是一个互动的小小的一个小群体 他们是怎么在里面扮演角色 那图书脚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小朋友很认真的在 他们喜欢在图书脚挂名牌的话 你就可以观察到小朋友是很安静的在阅读 不会吵到别人 然后经过这整个礼拜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角落教学的时候 你就会观察到小朋友的性向在哪里 也许他这五天全部他都选择自然科学角落 他可能他就喜欢自然科学这个角落 他可能这个礼拜他全部都挂在积木脚 他就可能喜欢去用积木盖房子啊什么这样子 那也许他是一天换一个角落不一定 也许他的兴趣就是很广泛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角落教学是可以不会像就是写字 念朱音符号这么的矮板 是很活泼的一种 你可以看到小孩子的性向 也可以看到他们孩子跟孩子的互动 他们如果遇到吵架 或者是争夺玩具 争夺里面教具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也许他们自己就可以调解了 不用我们老师介入 那我是想要把这样的角落教学 带到基隆来 但是自己当园长 因为有经济的 最困难的就是经济能力 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去维持我的教育理念 所以我必须也要配合一些家长的需求 所以我大班就有放国语课 就是教他们写那个朱音符号 跟认识国字 写他们自己的名字 就把这个角落教学抽掉了 那角落教学就给小班跟中班这样子 谢谢大家